好,大家好,我们上期讲到了边路挡猜 在挡上线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游户 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在职业比赛当中 大家经常在防守观会喊蓝色蓝色 其实防蓝色的目的就是我不给你中路的突破 变成了一个叫以防顶线突破 这样呢,防球的人就会堵住中路的路线 好,我们先讲一下 蓝色就是非正常防守,堵住你的上线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啊,你想从上线突破 突破,他再突破,他就放来了 或许他要突破在几个往上 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像中路远路一样 我们要变换我们的位置和方向 当对方防守观的时候,我在逃动来演出 过程中发现,啊,原来防蓝色 那这时候有两种远路方法 第一种到位以后 用PINK绑住防守人 这个是什么好处呢,我就可以很好地判断 我的进攻人,他的突破方向做很好看的 如果他往下线突破 有挡住以后,我用跟进上线 我可能头盘头盘 当我在挡住防守人的时候,他可能是7到这里 因为下一名有一年五 有一年五,但他可能是走的 对,往上线走,当我看到往上线走的时候 我要往下线 OK,两位人建议的是PINK绑住 防守持球人,来形成很好的演务 最终,你更好的观察 做判断,你上线还是下线 你学会了吗 这好呢,太好了